大家好 我是新世界唱学王的严实良老师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新编日语终极教程第三册第四课的绘画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绘画的名字叫做電話をかける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讲过了一些和电话相关的动词的搭配 那么電話をかける的话呢 是表示从我自己这一方当中主动的把电话打出去的含义 那么首先是 Nakamura Katsuo Housoka 继续的一个绘画 那么Katsuo先说了 O-san ちょっといい? ちょっといい? 这个我们在第一课的绘画当中也看到过 就是现在抽一点时间说两句话可以吗? 的意思 然后小王就回答他 はい なんでしょうか? 好的 请问是什么事情呢? 然后这个中村可能继续说 新商品の販売契約の件で 丸山少女の橋口さんと もう一度打ち合わせをしたいんで 来週そちらに行くつもりなんだけど アポイント取ってくれ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新商品の販売契約の件で 这个した音で 这个n-de的n是口语当中 no的一个音变形式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n-de 还原成node的话 大家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原因理由的含义 也就是说 因为我想和 玩山少女的橋口呢 もう一度 再一次的打ち合わせをしたいです 再一次的去跟他 パン一パン 商量一下 谈一谈 所以呢 来週そちらに行くつもりなんだけど 动词圆形 插上つもり 是我们在初级学的一个剧情表示 打算做模式 所以我打算呀 打算 下个星期呢 去到他那边 アポイント取ってくれる? アポイント取る 我们在上一节课讲过 他表示 先跟人家事先约好 要去见面 所以你能不能 跟我帮他约一下呢 然后我小话说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好的 我明白了 然后 王小话就给 强夫打电话了 那么超口接电话说 はい 丸山商事企画部の 橋口でございます 我们已经 很多次碰到了 でございます 这样的说法 他先来表示 です的意思 比です 跟他尊敬一点而已 好 你好 我是 王山商事企画部的 巧口 然后王小话接着说 日和化粧品 販売部の おと申します 尤其是在 第一次和别人 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说的一种 自贴说法 你好 我是 日和化粧品 销售部的 王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这个说法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 经常跟客人 跟客户说的一种说法 お世話になり 表示 承门别人的关照 那么 ております 是ています的字牵 所以所谓的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就是我 我们一直承门您的关照 但是在这里 大家注意了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也好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也好 它都是跟客人 跟客户的一种说法 那么 同事之间 是不能够这么说的 换句话说 比如说 我从 A部门 要往 B部门打电话 或者呢 从 分公司 往总公司 打电话的话 只要是一家公司内部 我的打电话 接起来说的 当下第一话 是不能够是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因为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这个承门别人的关照 这句话 只能是 跟别的公司的客户说 那么 像我刚才说的 那些 公司内部的 打招呼 应该怎么说呢 实际上 我们在第一个的挨拶当中 曾经给大家提到过 就可以直接说 お疲れ様です 所以 现在王小华 他是给别的公司的 巧口 在打电话 所以他会说 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或者 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但是 如果他是从 他的销售部 打电话到 他们同一个公司 的人事部的话呢 他应该说的是 お疲れ様です お疲れ様です 所以 公司内部和外部的 打招呼的方式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好 巧口继续说 こちらこそ 彼此彼此 哪里哪里 我才一直 成为您的关照呢 然后 王小华说 首先前面 还是ken 这个ken 同样表示 事情 什么事情呢 御社殿 这个殿 我们初级学过 是隔注词 叠加的用法 合贵公司的 合贵公司的 这个新商品的 这个销售契约 销售合约 这个事情啊 这个性怎么样呢 御相当したい 我们把 したい 她是王小华的 她是王小华的领导 那王小华 要管她叫 kacho 叫客长 可是呢 在对于 公司外部的 客户的时候呢 所有公司内部的人 全都变成自己人了 所以首先 得用自签 而且呢 さん kacho 这样的尊敬的说法 都一律不能说了 所以直呼其名叫 弊社の中村が そちらへ伺いたいんですが 我们 B公司的 中村呢 想去拜访一下 您那边 伺う 初级学习的 字签的 动词之一 它表示 拜访或者 反问 还有就是 询问 咨询的字签 那么在这里 是拜访 访问的意思 我们公司的中村呢 想拜访一下 贵公司 ごつごのよい日子 这里的 ごつごのよい 是作为日子的一个定义 怎样的日期时间呢 就是 您方便的 您スケジュール上面 方便的这个日期时间 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ないない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就来拜托 别人帮我做某事 你能不能 告诉我一下呢 啊 小国记者说 そうですか 这样啊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刚才我们 在上节课 讲到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就是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的一个比较尊敬的说法 那您稍微等一下 スケジュールを確認します 那我来确认一下 我的 整个的一个 工作安排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当作一个挨拶记下来 它就是 让您久等了的意思 那么 我们也可以具体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 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 它可以表示 让您久等了呢 那实际上大家知道 首先我们说 等待的话呢 是 待 等待 是待 那么 让别人等 首先我们第一步 要把这个等 的待 变成它的 十一态 待 待 让别人等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等的待 变成十一态的待 待 然后呢 再把待 待 探用在我们初级学过的 字迁的一个句型 就是 お 或者 ご 加上 动子的 mashing 再加上 する 或者 いた 的这个字迁 句型当中 所以就构成了 お待たせ いた しました 字迁的 我让您等了 这是一种 挨拶用法 来週水曜日の午後3時以降なら 空いていますが なら 表示假定 如果是下週 週三下午3点以後的话呢 空いていますが 我是有空的 然后王小华就说 では 那么 来週水曜日の午後3時ということで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就这么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下週 週三 下午3点 这么一件事情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大家知道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实际上就是 いいですか 的一个比较尊敬 有礼貌 客气的用法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就是いいですか 的一个比较有礼貌的说法 其中 でしょうか 就是ですか 比较委婉的一种表达 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说 大丈夫ですか 更加尊敬 你可以说 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どうですか 更加尊敬 你可以说 どうでしょうか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这样的表达方法 而よろしい 实际上就是 いい 的一个更加尊敬 的一个更加尊敬 的说法 而已 所以 Apo Apo 是我们初级学习过的一个补助动词 它表示 事先做好什么准备 而に 是着陋点 是入れる的着陋点 放到哪里去呢 放到了 かつおうのスケジュールに 放到 放到 客掌 你的整个行程安排当中 所以呢 我已经把 这个下周三的这个安排呢 已经事先放到了 客掌 你的行程安排当中了 然后客掌 说 うん ありがとう 非常谢谢你 好 这是我们说的绘画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下第四课的练习 首先我们来 进行一些造句的练习 来巩固一下 我们在第四课学过的 二字句型 顺便看一下第一题 我们看一下例子 例子 它上面给出的是 おうさんは大学を卒業した おうさんは大学を卒業した 小王呢 大学毕业了 这句话改称的是 おうさんは大学を卒業したばかりだ おうさんは大学を卒業したばかりだ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他考察就是 动词的他形 扎上ばかりだ 这个句型 那么我们先来会议一下 他ばかりだ 这个句型 它表示什么含义呢 没错 他表示 这个动作刚刚完成 所以所谓的 おうさんは大学を卒業したばかりだ 也就是 小王刚刚大学毕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 部長は会議室から出てきた 部長は会議室から出てきた 那么 大家先自己用 这个たばかりだ 这个句型 把这句话来改变一下 把这句话来改变一下 那么 正式答案就是 部長は会議室から出てきたばかりだ 再说一遍 部長は会議室から出てきたばかりだ 这意思就是部长呢 刚刚从会議室出来 好 下面一题 今 今ちょうど复食を食べ終わった 今ちょうど复食を食べ終わった ちょうど 这个副词表示 正好的意思 所以 那次 正好 这次 吃完 晚饭 那么 请各位同学 同样先用 たばかりだ 这个句型 先自己 先自己 把这句话 改变一下 那么 这些答案 就应该是 今 ちょうど 复食を食べ終わった ばかりだ 今 ちょうど 复食を食べ終わった ばかりだ 就是 我现在 正好 刚刚 吃完晚饭 下面 第三题 ぜひ こちらに 引っ越ししてきた 这里 引っ越ししてきた 其实我们可以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 我们是直接用动词 引っ越す 来说的话呢 那么 我只要直接说 引っ越してきた 就可以了 但是 引っ越す 这个动词 它的 ます形 拿过来 做名词使用 引っ越し 这个字拿过来 做名词使用的情况 会反而更加多一点 所以我也会说 引っ越しをする 这样说法 也是 搬家的意思 那如果 构成了一个类似于 引っ越しをする 这样的一个 三遍动词的话呢 再加上 てきた 这个补助动词的时候 我就要说的是 引っ越ししてきた 都是可以的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 该怎么改变呢 那么 这句答案就开始 先生 こちらに 引っ越ししてきた ばかりだ 先生 こちらに 引っ越ししてきた ばかりだ 上周 我刚刚搬到 这边来 的意思 好 再来 第四题 昨日 買った けた 電話を なくして しました 昨日 買った けた 電話を なくして しました 那么在这里 大家同样 先用 たばかり 这个句型 来改变一下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那么这道题 大家会发现 我如果要把 刚刚完成的 这个たばかり 放在句子当中的话 应该放在哪里呢 实际上 应该放在 きのかった 后面 きのかった けた 電話 是昨天 买的 手机 那如果 我要说 昨天 刚刚 买的 手机 要怎么说呢 当然 前面 动词 他形式 不会变的 还是构成了 かったばかり 这个形式 但是 如果 たばかり 表示 刚刚 完成 这个含义 它不是用来 拮据 而是用来 接名字的话 在ばかり 后面 我们还 再加上 一个 の 所以 这句话 正确答案 这个是 きのかったばかりの けた 電話を なくして しました 再说一遍 きのかったばかりの けた 電話を なくして しました 昨天 刚刚 买的 手机 就 丢了 就 不见了 的意思 好 接下来 看一下 第五题 最后一题 先月 入社した 鈴木さんは まだ 仕事 に なれていない 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 先月 入社した 鈴木さん 后面 鈴木さん 的一个 定语 怎样的 鈴木 上个月 进入公司 鈴木 他怎么样呢 まだ 仕事 になれていない 他还没有 习惯 他的工作 所以这句话 如果用刚刚 完成 他ばかり的 剧情 应该怎么 来改变 这句话 这句话 第一句话 是 先月 入社した ばかり の 鈴木さん は まだ 仕事 になれていない もう一度 切り返します 先月 入社した ばかり の 鈴木さん は まだ 仕事 になれていない 上个月 刚刚 进入公司 的 田中 不好意思 上个月 刚刚 进入公司 的 鈴木 他还没有 习惯 工作 的意思 所以 第一题 考察 就是我们说的 刚刚 完成的 他ばかり 的 这个句型 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 第二题 他给出了 例句是 ここ数年 物価は 上がっている 这几年 物价 在上涨 然后呢 把它改变为 ここ数年 物価を 上がる ばかり だ 大家发现 这道题目 他考察的 还是 ばかり 的 这个句型 只不过 和第一题 最大的区别 在于 ばかり 之前的 接续 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这一点 我们在讲 语法的时候 也讲过 如果 ばかり 他前面 跟的 不再是 动作的 他形 而是 动作的 圆形 的话 他就和 刚刚完成 是没有关系的 他就表示 动作 一个劲地 朝着前向的 事态 在发展当中 所以所谓的 ぶっかわあがりばかりだ 就表示 物价 在一个劲地 飙升上涨 当中的意思 所以再强调一下 同样是 由ばかり 和动作 构成 巨星 但是 由于 动作和ばかり 之间 接续不同 含义是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那么首先 请各位同学 自己用 ばかりだ 这个句型 进行造句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对 这个答案 最开始 表示 近年 迅速状況は 厳しくなるばかりだ 近年 迅速状況は 厳しくなるばかりだ 表示 近几年 就业的状况 在一个劲地 变得非常严峻 的意思 好 看一下下面 第二题 ココに入ってから スクダイは増えている ココに入ってから スクダイは増えている 什么意思呢 ティッカラシ表示 之后 在进入高中之后 我的作业 就在增加当中 这句话 用原型 加上ばかりだ 的句型 来改编的话 是怎么说的呢 那么 这些答案 就应该是 ココに入ってから スクダイは増えるばかりだ ココに入ってから スクダイは増えるばかりだ 在进入高中之后 我的作业的量 就一个劲的飙升 看一下 第三题 郊外は 環境污染が進んでいる 郊外は 環境污染 在进行当中 那么这句话 同样大家先 自己改编一下的话 那么这句答案 就应该是 郊外は 環境污染が 進むばかりだ 再说一遍 郊外は 環境污染が 進むばかりだ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 郊外 郊区的 环境污染 在一个劲的 发展当中 没意思 下面 提案是 おじいさんの おじいさんの病気は 悪くなっている おじいさんの病気は 悪くなっている 爷爷爷的病 在变坏 恶化 这句话 同样他自己先用 ばかりだ 来改写一下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 这句话 这句话 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是 我部门变了之后 加班变多了 同样 大家先自己用 ばかりだ 来改写一下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 正解答案 就应该是 部门变化了之后 我加班就 一个劲的 变多了 的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三题 首先 题案当中 他给出了两个部分 前面呢 是 お客さん 客人 后面说的是 敬語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必须使用鑑语 然后 他改变的形式是 お客さんに対して 敬語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大家会发现 在这里他考察的就是 に対して 这个句型 那么大家还记得 に対して 什么含义呢 我们在之前 讲解语法的时候 曾经讲过 に対して 它有三种用法 那么 第一种用法 就是我们 第三个例子的用法 也就是 对象 换句话说 就是 对着前面这个对象 做了某一个动作 或者持有某一种态度 所以 所谓的 お客さんに対して 敬語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也就是 必须对着客人这个对象 使用敬語 那 除了对象用法 我们再来回应一下 に対して 还有怎样的用法呢 还有包括了一个是 数量上的比例关系 还有就是 A B两者 与前向A相反 后向B 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 有三个用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 めうえの人 所谓的めうえの人 也就是 值得尊敬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你的前辈 你的长辈 你的领导的意思 那么 与之相对的 就是 めしたの人 与之相对的 就是めしたの人 所以 めうえの人 是前面 后面是 失礼なことを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ってはいけない 是禁止的句心 不能这么做 不能说 失礼的话 那么这句话 有に対して 来连接 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 今天答案的句话是 めうえの人 に対して 失礼なことを 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めうえの人 に対して 失礼なことを 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对着 一个 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是 不能说 失礼的话 的 这个意思 好 下面看一下 第二题 前面给的是 大学生 大学生 后面是 就职の指導を 行う 进行 就职的指導 那么这句话 同样用 に対して 来连接的话 可以怎么说呢 那么 最初的答案 就开始 大学生 に対して 参职の指導を 行う 再说一遍 大学生 に対して 参职の指導を 行う 对着大学生 要进行 就职的指導 的意思 好 下面 第三题 お客さんの質問 丁寧に答える 前面是 客人的问题 后面是要 很有礼貌 很郑重的回答 这两部分 由你対して 来连接的话 或是怎样 的一个结果呢 那么正確答案 就开始 お客さんの質問 に対して 丁寧に答える お客さんの質問 に対して 丁寧に答える 对于客人的提问呢 我们要非常尊敬 有礼貌地去回答 的意思 好 再看一下 第四题 前面是 今の仕事 现在的工作 后面是 何の不満も 持っていない 没有任何的不满 把这两部分 如何用 に対して 丁寧に対して 丁寧に在一起 的最后一题 前上给的是 これからの生活 接下来的生活 今后的生活 后想给的是 不安を感じる 感受到不安 那么同样に対して 来连接的话 来连接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那么这个答案是 これからの生活に対して 不安を感じる これからの生活に対して 相当を感じ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